我们对美方发表的有关声明表示坚决反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25.1号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 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兼职态度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久而共识 迫害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美方的有关说法是混淆视听 实质是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纵容支持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追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将美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 落实到实际行动上 停止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